橱窗内的盆栽上头有各式花卉 有的像荷花 有的像蝴蝶兰 仔细一看 这些全是存纳灰工艺作品 是镜头前这位蝉花工艺老师 以插花为主题 让学生自由发挥的工艺作品 艺术品还是说你里面有什么花气 还是说现在学生他们学了各种的才艺 他们也许会插花 他们插花也很厉害 就让他们自由发挥 蝉花又称存纳灰 有祈愿年年有余的美艺 是一种以丝线结合剪纸 刺绣 编织等技法 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相当盛行的手工艺术 除了存纳灰 现场也展示了书法家 许文贡近70件的书法作品 自如其人是我们正经下去寻 慢慢下去寻 去体会 体会在这里奥妙 像我们在罪人的 就是要怎么做这些人 书法大家都知道是利用我们线条 以及力度的不同来呈现不一样的美 那可以看出老师在各个字体上面都非常的有丰富的经验 从书法到纯阿辉工艺 再在展现传统艺术 创作于各种媒材上的工艺之美 新唐人亚太电视叶喜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